接盘器 讲解是柳胜飞刀 1984年的五阳碑 全国关销行赛 这是柳大华 队阵阳光林 经典之战 开局是四甲炮 队阵七足 红方上边马 黑方上正马 红方形成五六炮 黑方形成平风马阵型 这儿红方出局拉住他 看黑方如何表态 黑方有两个手段 一个是右炮封局 一个是左炮封局 实际上是右炮封局了 为什么不走左炮封局呢 因为红方可以过河局 进足之后 他就吃马 退回之后 他有一招回马 采炮利用你手段 这儿你一躲 那就是比较失弱 下风起 但是你还不能打 你要打的话 他可以反打将 这个厉害 那么你一吃 他把锯吃了 你不吃就丢个炮 吃完之后你看着采炮啊 虫炮杀 其实他可以采炮啊 这个锯就不要了 让你吃 吃完之后上马就行 那么你正常如果飞向 人家上马卧槽太厉害了 那你要是中间一僵 他可以补视 当你进锯想吃马的时候 他就飞向 让你去吃 正常的话你不能飞向 因为底线杀 所以你看这个足你看不住啊 当你想吃马的时候他踩着锯 这边挂脚杀 不断去利用你啊 最终的话这个锯是没点位的 虫方正常冲兵杀马即可 所以虫方的优势将非常明显 那么这儿的话 他没有走炮八进四啊 而是走炮二进四 如果按照刚才的四度往下走 行不行呢 这个锯黑方可以进出 这儿虫方呀 平均一吃 黑方就退 现在你如果再这么走啊 就不成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打僵 你反僵之后 它踩掉 你再一吃 它再一上吧 我们发现呀 这个时候虫方左马的位置不一样了 刚才你可以踩炮啊 形成一个反弃鞠 蒙弓 那现在你够不着这个炮啊 现在它重炮杀你 这个锯是白丢的 就算你推另外一个锯回来 也是无稽于事啊 只能啊 徒增啊 伤亡 你好不容易要踩炮了 人家吃你锯 最终的话这个锯啊 把这个锯又火捉了 所以你连丢两个锯啊 肯定要输起的 所以这个锯啊 黑方进足没有问题 按照刚才的四度走就可以了 那么这时候 黑方他是走了一步飞向 这样的话就失弱了 红方挺起兵啊 回马的情况是不得已 因为马上不去 现在马能上去的话 一冲兵踩着炮就厉害了 黑方还不能扣 一扣的话一对 这边呢更亏 将来一吃啊 这边将严重受攻 黑方一想赶快把锯对了算了 想减轻压力 红方就摁住 继续吃 黑方看住以后 红方该如何进攻呢 这个棋啊 不是上马 因为你上马他一打过来吃了锯 等你吃锯他又打回去了 这个棋反而给他调性的机会啊 所以这个棋啊 不能急 红方的思路是炮四平三 丝毫不慌 你要是敢打的话踩掉你 反正他就有根 所以黑方想骗红方上马 人家就不上 到这的话他炮打出来 接下来红方就冲兵 黑方呢很想去回马对居 又怕人家吃边族 吃炮 吃马 利用他 所以呢 不甘心啊 他选择招法四平炮 那这的话就是千主不让你兵过 他找一会过足打锯 一旦你一次打向仇局 红方先解决一个炮再说 黑方只能打过来 换子 红方抢先把锯吃掉 黑方他实际上是踩掉了 那为什么不选择足锯精英呢 因为你足锯精英他退锯吃马了 等你吃锯的时候人家炮把你炮吃掉了 现在这个炮白丢了 他不能少嘴啊 所以到这就简单吃了再说吧 保留这样一个充足打锯变化 这还打着像啊 红方先飞向 你敢充足我吃回来 这边的话吃炮吃马又狮子了 黑方则是先上马 找机会去对局 此时红方上马 黑方他先走了一个捕士 为什么要捕士呢 因为这个棋 如果你要直接充足 他就吃掉你了 无论这个马去呢都要丢 首先马七进六 对完局踩掉了 马七进八 他就捉你 你走开之后飞向一打 将来你出局看马 他平炮一坠啊 还得丢啊 推到边线的话 到底也是一样 他这个棋平开啊 你走开之后飞向一打 上马进去抓死 局到边线啊 炮三平一把你牵死 进去再抓死 所以地方现在可能只能推过信马了 这样的话就暂时不丢子 但是这个棋也会受攻啊 红方飞向打局 黑方两个选择 如果飞向 将来局二进二 随时呢 马踩中足呀 将会是一个空弩炮 或者扣住窩心马 铁帽子 对方都要输气的 躲开也不行 躲开他上马还是两边卧槽 那你只能棋向啊 防止他卧槽马 红方一打之后呀 这个棋呢步步追杀 黑方的反击手段 就是掌局想吃马 但是来不及 打着局 你刚一吃啊 底线一将 落向的话 这马一上 这边打马是绝杀 飞向的话 就捉向继续杀 对方只能先不是想逃跑 但最近也跑不了啊 他也不吃马 一面一将就杀了 因为你进去的话 我朝马一将啊 平去杀 你知识的话杀一将啊 过来之后再来一将 变马吃马 绝杀 所以这个棋啊 确实够狠 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呀 你想走速基金反击 根本没有机会的 所以他这儿啊 走了一招不是啊 这是一个高招 意思是你现在上马 我再走这一步棋 将来的话 你这里吃 我就拱你 你吃马 我吃炮 你要吃这个 我上马一踹 刚好这个棋啊 我就脱身了 那正常的话 你这个棋啊 再过来吃 他这边的话 可以选择上马采区 也可以绝给你换 因为这个棋你要吃 他一踩炮就得责 你还得去保啊 这个局势 往下发展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简单其实把军军对 这个棋啊 双马对双炮啊 就有利了 或者说复杂一点啊 进鞠过来 直接抢兵就可以 所以这种棋 我们看到 他想骗你啊 红方进去就没有便宜了 那么走这以后呀 他有一个拆炮 红方是不上当的 黑方先回马 还是要等他上啊 骗他 那接下来 红方他走得以退为进啊 很巧妙 黑方不得不离开 红方小兵一冲呀 这个鞋是尴尬 如果你推边线 人家一吃边足啊 这边是吃着马 打着鞠啊 即便你甩到边 把你牵住 现在这边还是有狮子啊 因为他担子跑 没办法的 所以他只能往里边退啊 保证不丢子 这样的话 人家对完子之后 就把象给破了 破完这个象啊 对方上中马也是顽强 那这样的话 红方就冲冰了 黑方上马是要 踩掉红方骑冰 红方直接冲过去 对方往里跳啊 这样的话 选择顶住 这个骑就是骗你啊 你要是选择这个吃掉 将来这个马 有可能就要丢 虽然你可以平炮 但是他一踩炮 你就走不走 一走马没了 他不走的话呢 就丢了 关键马不能动 一动闷死了啊 所以这个小猪 他不能吃冰 对方只好选择退回 试图飞向呀 抓三个 此时红方是飞向 先抓马再说 黑方他是马三进我 到这儿跳过来 还是为飞向啊 做准备 红方冲 对方有飞向 红方他选择打掉 让你不能动 黑方为了动 这儿他选择 他选择招法是知识 为啥不出去呢 出去的话 这个冲兵太厉害了 你要向掉 这闷死了 所以这边这个 起要注意啊 他知识是为了更灵活一点 那么红方就平炮 黑方是走了个飞向 把兵给削了 红方继续冲兵 欺负马 黑方到这儿的话 如果推得底脚 就危险了 上来踩着炮 你想拼兵拱马来不及 红方得先走炮才行 他退了一步啊 准备继续呢 威胁对方 将来你一拱 他可以退回啊 暂时倒也不怕 那么他选择招法是录向 这儿的话 就是不然你底线将军利用他 接下来红方平兵 黑方他就退 红方选择一部炮二平八 他是希望啊 作为一个炮弃机二 在边二进一把马抓死 那么即便这时候你先上马 你这个马也是没有出路啊 到这儿的话 他还是平兵 因为你不能常踩他犯规 到这儿 黑方只好就弃个足啊 给你吃一个 枪行踩兵往上冲 到这儿也是拼了 红方呢 这个棋吃 黑方他是先走了一步 马五进七 因为这个棋啊 他想上这个马 又怕人家将来这个棋 兵过来泥上马 这一将把马给抽了 所以这个棋确实尴尬 到这儿可以说四面出戈呀 逃完这个马之后 想逃这个马了 那红方就抛弃进二 不让你动啊 看着马被抓死 黑方也很无奈 他选择灰马 找机会你一冲 他一踩 将来如果你逃这个兵 他马就上来了 那你要是不逃这个兵啊 兵冲下去 到底线了 他在把这高兵一踩 红方想引起啊 叫费劲 所以他不愿意 骑外生枝啊 走了一招上马 就先把炮挡住 也不让你将 然后这边的话 找机会啊 兵下去拱向啊 晃你一招 再下 黑方赶紧就回马 踩着兵 他主要是守住 不让你兵下去 抓他的马 你要抓他马就上去了 此时的话 红方平兵 你赶一上 那他这边就冲 你踩一个 他吃一个 只要有高兵存在 那这个骑多个子呀 时间问题 所以黑方 这个马受困啊 另外一个马 因为这个马受到拖累 所以这个骑 整盘骑已经是没法下了 所以呢 到这 杨光丁就认了 这盘骑啊 给大家获胜